这本书在2011年是全台湾年度第二名的畅销书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本书名是正义 而且是本哲学教授写的书这么畅销 大家觉得很惊讶 书里面关于正义思考很多案例 它并没有标准答案 它是一个引导学生思考的过程 我们的学校都是最重视标准答案 而且最不重视思辨的教育 所以看到原来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上课可以这样子 大家都很惊讶 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精神是提供了许多思考的方向 却不给答案 重点是在促进思考而不是解答 所以正义没有正确的答案 而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理解跟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